随着更多活动重启 去年的交通意外事故 同2020年相比有所增加 但仍然低于疫情前的水平 交警表示 超过一半的交通事故 涉及摩托车启示 而在交通意外丧命的行人当中 超过65%是年长人士 来看记者谢欣宁的报道 交警提供的数据显示 致命交通意外从前年的80起 增加到去年的100起 增幅是25% 去年在交通意外中死亡的人数 增加28.9% 达到107人 伤者人数则从2020年的6669人 增加到去年的7184人 涉及摩托车骑士的交通事故 增加了8% 达到3400多起 而致命意外则增加到56起 增幅是12% 不过去年涉及年长行人的交通事故 共有202起 同比下跌了13.7% 15名年长行人 因为交通意外而丧命 同2020年一样 大约一半是因为违力过马路而造成的 去年违规闯红灯和超速驾驶意外 则分别上升了10.9%和28% 最久开车意外共有153起 同比增加了4.8% 但是致命意外则从2020年的13起 减少到去年的8起 知道了 不是贡塔了10起 好有驾驶你